鄉親 台灣的機車是有夠多多 所以要停車也很為難 尤其是在台北市 就有民眾在面前來普聞金文說很遠找 說早期 把機車停在停車街是停到很舒適 但是會保守候選到旁邊 明明就是四街的停車街 就是嚇嚇到六台的機車 其實這種現象在台灣很受傷 警方來表示 刷車的行為很難觀光 民眾如果是驚機車 幫刷車街 幫完翁開單 會記得 車停好之後要非常尊重 這樣如果需要 就可以來深掃 這兩三四五六四六八停車街 停六台歐多拜 這兩相片比普通網路 網友真無難 你說這是台灣人的日常 普通的相片的人說明明在去停的時候 是一人一機 中島的看著車給人說 耍燈燈 真的有夠火大 不然為了停得逢 沒力就拿走 沒力就拿走 會不會耍車 真的是 不賣規矩 在台北是 這應該是個停車常態吧 不可能是一格一車 一定是一格兩三車才算正常 真的很趕 沒有辦法找不到的話 就還是會以下 實際到街頭左翼回向弄裡的停車格內 機車一臺 黏著一臺 甚至有得像這樣直接停在格子外 真的鄉親的騎機車出門 但是車位沒那麼多 尷尬時間 警方表示說 刷車雖然難以控制 但是過程中 車的搬金有可能 靠到最好人說 為了這次方便黑北人刷車 有可能造成其他人的困擾 最好是大家都有同理心 才能為佛正常的停車環境 既然遷就陪著那些困擾 照片本無法律 既然不停車 既然不停車 穿著掛車 既然不停車